春节脚步逼近 关心区内的独居弱势长辈 太平区公所以及华山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春节慰问的活动 区长带领着替代一男到 建兴里内的11位中低收入户 跟独居长辈的家中 为长辈的家来张贴春联 以及赠送关怀物资 同时也送上了华山基金会 准备的爱心年菜 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 关怀长辈送上暖心祝福 也让他们可以在过年期间 吃上丰盛的佳肴 开心过年 拿着恭贺欣喜的吉祥春联 来到未在巷弄的住家中 太平区长以及替代一男 这天来到建兴里的长辈家中 大家齐心协力的 帮长辈住家张天喜气春年 浪家有心气象 也是前来关心慰问长辈 倍感握心 其实还蛮暖心的 就觉得好像是在对待 自己的长辈一样 就觉得说自己的亲人 也需要这样的温暖 然后把这份自己 想要给亲人的关怀 带给所有的长辈这样 那第一个当然 原来我们要帮他环境 做做一个整理 先把他环境清洁 那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结合我们华山基金会 因为每一年华山基金会 都会送我们过年的年菜 我们特别邀请 我们所有的替代艺 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有爱心 大家共同来关心 我们这些长辈 这天太平区长许贵芳 以及多位替代艺男 拜访建新里内 十一位中低寿 以及独居长辈 不仅为他们清理家园 张贴春联 更送上公所准备的物资 这一次也与华山基金会合作 送上爱心年菜 希望让长辈开心过好年 我很感谢这一次华山基金会 跟我们区公所这些替代艺 让这些老人家 过年的时候 有这些物资 还有一些毛毯 能预防这些的寒流来 非常感谢各位大家 社会的关心 我们这次的年菜里面 有一些竹脚 然后有毛鸡 然后有一些肉松 年糕 还有元宵 然后还有一些干货 像是面线等等 然后还有春联 然后毛线帽 这次有一工手支的毛线帽 竹脚年糕 云面线等等好几样 丰富又方便加热的年菜 是华山基金会所准备的爱心美食 不仅让长辈方便加热食用 澎湃多样化的内容 也希望让他们品尝到围如佳肴 还有志工编织的毛线帽 相当贴心 透过寒冬助老活动 让这些长辈能够减少年节 所产生的孤寂感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接着装饰挺成长 台中产报导 INE 二喜帆 领 三十三文字 港广帽尹